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介绍最好的十大专业 商业学位是高等教育中最受欢迎的本科学位之一 国家教育统计中心 也就是NCES报告说 2017-2018年 美国19%的本科学位是在商业领域中授予的 总共有386,000个商业学位 随着各个组织扩大业务 商业专业的工作和工资前进也在增长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 也就是BLS的数据 商业和金融职业的年薪中位数是69,820美元 比所有工作的年薪中位数多出大约3万美元 拥有商业学位的人在几乎所有行业中都可以担任各种职位 商业领域包括许多专业和职业道路 比如会计 市场营销和企业家 第二个专业 卫生专业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们对医疗保健服务的依赖 对卫生专业人员的需求将继续上升 美国劳工统计局 预计在2019年至2029年期间 所有医疗保健职业的就业人数将增长15% 增加大约240万个工作岗位 这比任何其他职业的群体都多 卫生专业人员往往享有高额的入门工资 这种强劲的需求解释了为什么与健康有关的专业 是最受欢迎的学位之一 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的数据 在2017到2018年 各学院授予了24.5万个健康专业和相关课程的本科学位 占所有学士学位的12%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医疗保健工作者的年收入中位数是68,190美元 3.社会科学和历史 美国劳工统计局预测 在2019和2019年之间 所有生命、物理和社会科学职业的就业 将增长5% 增加大约68,200个新工作 为了满足这一需求 越来越多的学生正在攻读社会科学专业 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 在2017到2018年 大约有16万个社会科学和历史专业的学位 由主修学院授予 生命、物理和社会科学职业的年薪中位数是68,160美元 然而,由于社会科学涵盖了许多不同的领域 工资可能因为行业和职业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 本科社会科学课程通常采取跨学科的方法 纳入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等主题 社会科学课程通常提供文科教育 培养学生的分析、沟通和领导技能 并为一系列潜在的职业道路做好准备 第四个专业——工程师 随着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替代能源的市场持续增长 对工程师的需求预计将增加 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 2017到2018年 有12.2万名学生获得了工程领域的本科学位 由于这一领域的专业性质 工程学位往往产生一些最高的入门工资 目前建筑和工程职业的工资中位数 是81,440美元 大约是所有职业收入中位数的两倍 虽然主要课程根据工程领域的不同而不同 但所有本科课程都培养学生 在项目管理、图形通信和解决问题等方面的技能 学生也可以期望使用数学模型、设计方案和订量方法 来解决工程问题 工程学的许多不同分支 意味着学生将有大量的职业选择 第五个专业 生物和生物医学科学 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 2017-18年 美国高校授予了11万9千个 生物和生物医学科学的本科学位 这个数字代表了自2005年以来 68%的增长 许多与生物有关的职业 承诺高收入潜力和持续的工作增长 生物化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 目前的年薪中位数是94,490美元 而所有其他生物科学家的年薪 大约是82,220美元 预计到2029年 生物化学家和生物物理学家的就业 将会增长4% 本科生的生物学课程 探索了多种多样的学科 如生态学 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 通常情况下 生物学专业的学生 会专注于某个特定的研究领域 以追求特定的职业道路 第六个专业 随着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向心理学家寻求帮助 美国劳工局预测 到2029年 心理学家的总体就业率将增长3% 心理学家的年薪中位数很高 是80,370美元 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 2017-2018年 高等教育大约授予了 116,000个心理学学士学位 虽然作为临床心理学家的职业 通常需要博士学位 但心理学学士学位 可以使毕业生有资格在商业和教育领域发挥作用 由于心理学课程 培养学生对人类行为的理解 持有学士学位的学生 经常在市场、广告和销售等领域找到成功的职业 第七个专业 传播学和新闻学 根据BLS数据 媒体和传播工作者的年收入中位数 是59,230美元 本科新闻学课程 旨在提高学生的报道、写作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学生学习各种媒体科目 包括现代新闻业的哲学、媒体法律和道德 新闻学课程增强了学生的报道、写作和批判性的思维能力 相比之下 传播学学课程最适合那些寻求普通文科教育的人 课程通常包括公共演讲、公共关系和广播等主题 2017-18年 大约有92,300名学生获得了传播或新闻学的学士学位 第八个专业 视觉和表演艺术 鉴于收入潜力比其他领域低一些 艺术学位的经济负担往往被视为主要的缺点 根据美国劳工局的数据 艺术和设计职业的年薪中位数是48,130美元 对许多人来说 追求艺术职业更多的是内在的回报 尽管如此 在2017-18年度 视觉和表演艺术领域授予的学士学位高达88,600个 对许多学生来说 追求艺术职业 与其说是经济利益 不如说是内在的回报 在任何情况下 艺术学位持有者 都可以在艺术界和艺术界之外追求职业道路 第九个专业 教育 美国劳工局预测 在未来十年内 教育、提训和图书馆职业 这种增长将需要更多的教师来满足需求 根据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 2017-18年 大学共授予了82,600个教育学的学士学位 教育工作者的薪资因他们所教的级别而不同 例如 大学教授的年薪中位数是79,540美元 而中学教师的年薪中位数是59,660美元 有了教育学位 学生可以从事教师、行政人员和辅导员的工作 第十个专业 计算机和信息科学 随着技术变得越来越无处不在 各个组织都在寻找训练有素的计算机专业人员 来解决技术问题并提高效率 2017-18年 高等教育机构共授予79,600个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学士学位 计算机专家享有高薪和强劲的就业增长 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士课程涵盖信息理论、基本编程、数据结构和操作系统基础等主题 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经常使用几种编程语言 解决复杂的编码问题 使他们能够磨练自己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由于计算机专家的高需求和行业短缺 这些熟练的专业人员享有高薪和强劲的就业增长 目前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专业人员的年薪中位数是88,240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美国最好的10个大学本科专业 希望对选择专业的朋友有所帮助 如果您对大学专业有所了解 欢迎大家留言 如果您喜欢这个栏目 请订阅、点赞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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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